有个理由? 不,我不想你,这不是玩意 这不是玩意? 你永远会试 外界对张博之不是好女人,不是好妻子的评价 可谓是被张博之好妈妈的形象彻底打脸 要知道张博之自从升级当妈妈 成长,张博之都是亲里亲为 说起来张博之 这不,在学习的问题上张博之就很头痛 大儿子整天就喜欢玩游戏,从来不主动学习 为此张博之忍不住教育儿子 不料大儿子非常不耐烦 竟然用十级英语回怼张博之 表示学习很无趣 表达完自己的心意后 大儿子突然回了句爱你妈妈 这话一出可谓是可以看出 张博之和儿子们的关系是很好了 不知道作为父亲的谢霆锋会不会吃醋呢 那么看完你认为呢 欢迎留言评论